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来继续分享司机老刘第十九篇 刘汉东心中一临,迅速检查汉子的警官证,这人叫魏伟浩,单位是临江区法院法警队,职务中队长,嫌疾星号星号警督 证件不是假的,这是真警察,刘汉东没有多想,迅速将手枪弹侠卸下丢到附近汽车底盘下面,扳机矿往下一拉扭歪 套筒快速滑到后卫一台,枪身分成几个部分,四下一扔,跳上汽车一边发动一边拨打王兴手机 没人接电话,只听到不远处一阵欢快的电话铃声,王兴急步奔来,后面跟着几个汉子边追边喊,站住 刘汉东踩油门猛打方向,哈佛的轮胎和地面剧烈摩擦散发出一股焦糊味 汽车甩头倒车过去,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紧跟着急刹车停下,王兴拉开车门扑进来 车门还没关上,哈佛就窜了出去 水都大酒店的停车场是收费的,出口处有栏杆,保安示意车辆减速慢行 哈佛却横冲直撞过去,撞断栏杆呼啸而去 后视镜里,几个便衣骂骂咧咧,停止了追击,去搀扶昏倒在地的卫中队,捡手枪零件 怎么回事,刘汉东问道,同时转动方向盘,避开一辆直行的轿车 惊险万分,擦身而过,差点酿成车祸,但他脸上表情都没变 妈的,黑吃黑 王兴擦了一把汗,警察,是白吃黑 刘汉东纠正他 王兴愣了一下,你确定? 确定,有个家伙带枪上车想抓我,被我电晕了,我看到他的法警证件了 你挺机灵的呀,车上的设备还不错吧 我告诉你,高科技的东西多了去了 那法警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魏伟浩,是临江法院法警队中队长 糟了 王兴脸色变了 刘汉东一直留意着后视镜,保持高速前进,一直开到郊外僻静处 停在没有摄像头监控的空旷路边,两人这才心魂烧定,商量对策 王兴一脸严肃,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一个局,那两宾历惹出祸事了 多少双眼睛盯着龙开江流下的大肥肉,被咱俩硬生生咬了一大口下去 谁也咽不下这口气,看来这回不是破财就能碾栽的事情了 刘汉东说,下一步怎么办 王兴想了想说,按说法警是没有执法权的 我得打听一下背后什么情况,是哪一路人在搞咱们 说着拿出手机打给了万旭东 简单交谈几句之后,王兴挂了电话说 那个叫魏伟号的是詹子宇的把兄弟 看来咱们惹到不该惹的人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他妈怎么知道怎么办 车已经卖蒙古去了 钱散给债主了 要钱没有 要命就一条,王兴忽然暴怒起来 脖子上青筋炸线 刘汉东说,还是黑吃黑呀 凭什么咱就得被别人吃 妈得逼急了星号星号他们 两人商议一会也没拿出个正儿八经的主意 只好先分头行动,另想对策 王兴驱车回到物资大厦 看到停车场上几张鬼鬼重重的陌生面孔 顿时心生警惕 打开车在电脑启动了办公室里的电脑摄像头 只见屋里坐着几个人 刀棍齐背 手朱带兔 办公室是回不去了 王兴惦记着老婆孩子 先打个电话回去 让老婆收拾东西 准备回老家 一路忐忑着开回去 上楼拿钥匙开门 老婆问他 怎么这么急 是不是出事了 没事 赶紧收拾东西 王兴心神不宁 打开安放在壁橱里的保险柜 将现款全都拿出来 装进体包 保姆哄着俩双胞胎孩子 老婆慌手忙脚 收拾尿布奶粉小孩衣服 机灵狗碎的一大堆 收拾了半个钟头还没完 王兴急了 骂了两句 才丢下一堆不需要的 老婆和保姆 各自抱着一个婴儿 王兴拎着行李 出门来到电梯旁 按了向下键 电梯升了上来 门一打开 王兴就傻眼了 电梯里满满当当全市人 溢水的黑T恤 剑子肉 眼神犀利 手里捏着报纸包裹的 长条状物品 想跑已经晚了 汉子们立刻包抄过来 将他们围在其中 王兴放下行李 手腕一翻 甩棍在手 他确实很难打 但老婆孩子在旁 根本无法正常发挥 走这么急 去哪儿 围守的黑汉问道 面无表情 桀骜得很 没他们的事 或不及家人 再说 我和你们 也没有过节 王兴斟着字句 对方是奔着前来的 不会太不讲究江湖道义 哪知道黑汉冷笑一声 伸手去抓 王兴老婆 手中抱得孩子 王兴闪身挡住 可是却发现 这只是对方 虚晃一枪 另一个人 已经趁机 将保姆手中的孩子 抢了过去 几个月的婴儿 被吓得哇哇直哭 王兴脸色铁青 手一抖 甩棍出来了 另一手拔出匕首 黑汉打了个响指 手下单手提着婴儿伸出窗口 这是十楼 掉下去 肯定粉身碎骨 老婆和保姆 都尖声叫起来 婴儿更是手舞足倒哭的声音 都嘶哑了 抹了个逼的 你牛逼是布 知道我是谁布 我是段二炮 黑汉一拳打在王兴脸上 王兴倒退几步 咬牙忍着 不敢还手 段二炮又是一记勾拳 王兴慢慢勾搂了身子 甩棍脱手掉在地上 操 在我跟前玩刀 找死 段二炮猛地跳起来 用胳膊肘猛击王兴 王兴 王兴再次硬挨了一下 对方拳脚力度极重 换成一般人 怕是早被活活打死了 段二炮很愤怒 因为没料到王兴这么耐打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终于将王兴放倒在地 蜷缩着不动了 他这才踹了口气 勾勾手 手下地上一支烟 帮他点燃 抽了一口说 王兴 你知道为啥来找你吗 把我孩子放了 王兴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 段二炮大怒 飞起一脚将王兴踢得 踉践后退 拉了个逼的 和我讨价还价 我杀你全家都不眨眼 忽然手机响了 段二炮接了电话 说了几句后 对王兴说 算你走运 跟我回去一趟 把我孩子放了 王兴依然是这一句 段二炮扔过去一副手铐 自己戴上 王兴戴上了手铐 段二炮这才摆摆手 让手下把伸出窗外的婴儿 提了回来 但依然捏在手中 我跟你们走 别难为他们 王兴说 王兴被押进了电梯 电梯门缓缓合上了 段二炮的声音传出来 别他妈报警 不然就等着收尸吧 刘汉东回到铁扎街的时候 正好迎来一帮执法人员 乃是工商税务城管联合执法队 一群大盖帽 让他拿出工商营业执照 和税务登记证 以及发票存根和账本 就是个朋友们一起玩的地方 要什么营业执照 刘汉东根本不吃这一套 活影等人也跟着锅灶 不把执法人员放在眼里 你这里经营修车和洗车的业务 以及冷饮批发零售 属于非法营业 应于取缔 罚款三千元 一个工商执法队员 义正言辞地说道 三千 你给我啊 我免费帮朋友 洗车怎么了 你有什么证据说 我是营业的 活影翻着白眼说道 税务局的人说话了 你们没有发票 就是偷税漏税行为 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刘汉东说 偷你妹的税 就算我们是营业的 也是微型企业 月收入几百块了不起了 属于免税性质 你他妈懂不懂法 活影等人 跟着吵吵嚷嚷 大夏天的人人火气都大 越吵嗓门越大 执法队员们都很克制 只是拿着微型摄影机拍摄着执法的过程 发现这帮人实在难缠之后 便不再纠缠 收兵走了 大家齐声欢呼 仿佛打了大胜仗 刘汉东却感到右眼皮不停跳动 心神也有些乱 忽然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 接了是个女人 自称叫韩眉眉 是王兴的老婆 嫂子 有事吗 刘汉东已经隐隐感觉到不妙了 韩眉眉抽抽搭搭 将王兴被绑走的事情叙述一遍 说自己不敢报警 只能找老公的合伙人想办法 尤汉东问清楚地方 立刻骑着摩托赶过去 韩眉眉带着俩孩子 独自栖身在一家旅社 保姆吓得已经不辞而别 狭窄的房间内 养得孩子哭闹不停 韩眉眉更是垂泪不已 刚才他们又打电话来 说一天不交钱 就剁一只手 剁完手剁脚 然后挖眼 他们干得出来 就是一帮畜生 韩眉眉一边说着 一边冲着奶粉 刘汉东问 对方什么来路 长什么样子 开什么车 有多少人 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都不要漏掉 我需要知道 韩眉眉努力回忆着 大概七八个人上来的 都穿一样的黑衣服 领头的叫段二炮 刘汉东也不认识 这个段二炮 他心急火燎 想抽烟 又怕熏到婴儿 走到走廊里来回夺步 看到有人拿着苹果手机 匆匆而过 灵机一动回来问道 嫂子 王兴的手机在身上吗 应该在的 不过已经打不通了 韩眉眉到 家里有iPad吧 有 照片留功能打开了吧 懂了 韩眉眉拿出iPad 进入照片留功能 果然出现了几张新照片 都是同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在自拍 猙獰的嘴脸和黑T恤 让韩眉眉回到噩梦中 奸生道 就是他 把我孩子悬在十楼窗外 刘汉东怒不可遏 拿几个月大婴儿要挟别人 这得是多丧心病狂 穷凶极恶的人渣 才能干出来的事情 苹果产品 还有一个搜寻功能 可以对丢失手机进行GPS定位 实际上 韩眉眉经常用这个功能监控王兴 用起来驾轻就熟 结果显示 手机位置在郊区某处 要不报警吧 王兴不是和万处长很熟吗 尤汉东道 对方如此凶悍 不出动警察难以制服 韩眉眉摇摇头 找他们没用的 送厅长调走之后 原先熟悉的这些朋友都靠边站了 指望不上 没辙 刘汉东记下地址 打电话让马灵下班过来 帮韩眉眉照顾孩子 自己这就去救人 可别一个人去 你打不过他们 韩眉眉很不放心 放心 我当然不会单枪匹马去干他们 我骑马带一个中队过去 刘汉东自信满满地说 韩眉眉将车钥匙递过来说 开我家的车去吧 后备箱里有武器 兴许能用得着 刘汉东下楼开车 先开出市区 停在路边给火雷打电话 问他知道一个叫段二炮的人不 电话里明显听到火雷在倒吸凉气 东哥 你和他杠上了 千万小心 这货横空出事 谁也不知道具体来历 是目前尽将最狠最黑的打手 后台又硬 一般人不敢和他对着干 有多黑 这么说吧 他上个月砍死一个人 愣是一点是没有 好 我知道了 刘汉东不想多说 火雷毕竟是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 小混混级别的斗殴 可以叫上他和他的那帮哥们 真正需要玩命 还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警弟兄们 他又打电话给林连南 可是没人接 再打给队里其他人 统统没人接 这个点大概是在进行体力训练 手机都没戴在身上 尤汉东又想到山炮和看万林 这两位倒是能打能拼的好汉 可是人家是做小生意混饭糊口的 和段二炮不在一个层面上 就算打赢了 招惹了这种恶棍 以后有无尽的麻烦 还有开出租的马尾 虽然救过他的女朋友 后来喝过几次酒 但也只是泛泛之交 拉去撑场面还行 真完命还差点交情 想来想去 能助权的一个都没有 尤汉东一咬牙将手机撂了 下车打开后备箱 掀起地垫 放备胎的位置处有一堆装备 望远镜 侧距仪 夜视仪 有机玻璃小圆盾 橡胶紧拐 刘汉东不禁苦笑 这些只是震报的玩意 杀伤力有限 拿这个去救人 简直就是送死 孤胆英雄深入匪潮的时候 最起码的标配 是一身的雷管 两把子弹永远打不完的手枪 还有墨镜和牙签 除了最后两样好找 其他都不可能弄到 没有合用衬手的家伙可不行 刘汉东想了想 去车去了杜超兄弟 来的铁衣工厂 新厂开张的时候 刘汉东来过 熟门熟路找到杜超 提出自己的想法 杜超说好办 厂里有现成的材料 我这就给你焊起来 十分钟之后 一把还带着热度的兵器出炉了 杜超又找来娇皮 缠在手柄上防滑 刘汉东抡了抡 手感不错 继续上路 半小时后来到 GPS雕石的地点 这儿竟然是一处养狗场 离得老远 就听见猛犬们的狂吠声 大门外停着一辆本田雅阁 铁门紧闭 围墙三米多高 上面拉着电网 插着玻璃茬子 这种防范规格 就是特警队来了也抓瞎 刘汉东开车 远远绕了一圈 没发现破绽 也没确定 这里到底是不是段二炮的老巢 他将车停在远远的地方 用望远镜观察 过了一会 大门里出来两个人 肩膀上搭着黑T恤 寸头刺青 体型雕汉 就是这里了 刘汉东西一横 把上衣脱了 兵器放在手边 驾驶汽车开过去 不断加速 到了羊狗场大门口 将挡踩油门 一头撞了过去 大铁门看起来异常坚固 但只是表象而已 没有钢筋混泥土加固 仅仅是在墙上 打了几个膨胀螺丝而已 大门瞬间倒塌 围墙也塌了一段 晨烟弥漫 肠子里很宽敞 两边全是砖混加铁门的犬舍 各种猎性犬 在狭窄的笼子里疯狂地叫着 撞击着栏杆 空地上摆着两个小圆桌 几个马闸子 四五个大汉正喝啤酒吃烤串 见到撞进来的汽车都惊呆了 他们后面就是办公室 一栋面积颇大的农村红砖大物 刘汉东没有犹豫 冲着这几个家伙就压过去 他很清楚 任何一丝怜悯 都会送掉自己的性命 大汉们反应还挺快 纷纷避开汽车 小圆桌被撞飞到空中 扎皮漫天挥洒 烤串天女散花 刘汉东继续猛踩油门 汽车静直撞进了屋里 顿时强倒乌塔 哈佛的前脸 也撞得面目全非 王兴被抓来 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 他先饱受了一顿痛殴 断二炮手下的人 都是专业打手 出手极狠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肋骨断了好几根 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 头上几个窝口 血流下来结成家 此刻他被绑在一张椅子上 铁丝深深地勒进手腕皮肉里 有几根手指被折断了 疼得钻心 巨大的痛楚让人难以承受 酷热的天气下 几个小时没喝水 让他出现脱水状况 嘴唇干裂 嗓子眼喷火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兴越来越焦躁 营救的人还没出现 难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如果妻儿再有三长两短 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懊悔 沮丧 焦急 恐惧重压下 王兴的头颅越来越沉 一点点地滴下去 忽然一声巨响 紧跟着又是一声巨响 一辆巨大的汽车出现在面前 车头变形扭曲 保险杠脱落 引擎盖上全是砖头瓦块木屑 王兴眼睛瞪大了 这不是自己的哈佛吗 段二炮的手下们围了上来 他们装备了极其强悍的武器 溢水的杨浆出产的大砍刀 带锯齿和铁环 血量无比 震慑力极高 车门打开 由汉冬跳了下来 赤着上身 左手迟钝 右手拎着一把奇怪的武器 二尺长的钢管前头 连着短短的钢环扣 环扣上焊着一颗拳头大小的钢球 球体上许多尖锐的凸起 看起来就让人心惊胆战 王兴知道 这玩意叫廉家 是中世纪时期的武器 威力极其巨大 别说刀枪了 就是中甲在他面前 都形同虚设 刘汉冬以前没耍过廉家 但他会用双截棍 懂得这种异能武器的用法精髓 一个大汉举着血量的长刀冲过来 被他一廉家甩过去 钢球自下而上 击中了那人的下巴 当时半张脸就烂了 一把长刀劈过来 刘汉冬左手迟钝抵挡 右手歇着将廉家甩过去 钢球带着风声飞过去 那人急忙回刀阁挡 可是廉家前头是活动的 钢球还是击中了他 顿时放倒在地 刘汉冬毫不留情 紧跟着砸在他背心上 这人口吐鲜血 挣扎了几下 再也不动了 黑T恤们愣了几秒钟 同伙的血 反而激发了他们狂热的斗志 怪叫着一窝蜂冲过来 刘汉冬一按机关 钢管内的环扣瞬间释放出来 兵器打击范围大大增加 轮远了挥舞过去 一扫就是一大圈 稀里哗啦倒下一大片 空中回响着廉家钢球 呜呜的破空之声 刘汉冬大开杀戒 将断二炮手下五人全部放倒 完全丧失战斗力 王兴眯缝着眼睛 完完整整看到这一幕 此刻他仿佛置身古代战场 冷兵器时代的万人敌猛将 莫过于此了 刘汉冬将站着血泥骨头扎的廉家 丢回车里 上前解开王兴的绑绳 扶着他站起来 等等 隔壁屋里可能有人 你去看看 王兴勉力站起 扶着墙擦拭着脸上的鞋 刚才刘汉冬大杀四方的时候 他又见了一身新鲜的 刘汉冬一脚踹开隔壁房门 里面恶臭熏天 铁架子床上绑着一个男子 最害人的是 这人两只手都没了 手腕处起起垮下来 还包裹着肮脏的纱布 这人微睁着眼睛 麻木的眼神看着他 肯定是断二炮绑架的人质 刘汉冬没有多想 将人解开抗在肩上 丢进了汽车后座 王兴盘扇着 从那个下巴被打碎的家伙身上 搜出了自己的苹果手机 还不忘给他拍个照 这小子半个脸都碎了 虽然没死 也是重度残废 吃饭说话都受影响 你回避一下 王兴说 刘汉冬上车发动 不去看他干什么 王兴捡起一把刀 挑了那人的脚筋手筋 他干这个也是内行 即便送到医院 也无法接上了 快点 有人来了 刘汉冬说 大门外 雪亮的车灯照射过来 距离还有几百米 骑马两辆轿车 估计是断二炮杀回来了 刘汉冬继续拧着钥匙 可是汽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眼瞅着敌人就要杀过来了 急得他猛砸 中控一拳 引擎竟然咆哮起来 发动了 破烂不堪的哈佛迅疾退走 倒车的过程中感到车轮压到了人体 也顾不上看了 倒进院子 刘汉冬又突发奇想 驾车撞向犬舍 整整一排犬舍被撞他 各种农犬从瓦砾堆中拱出来 疯狂地扑向汽车 哈佛落荒而走 高底盘四驱车的通过性良好 过农村沟渠填梗 没有任何压力 当段二炮带着两车人赶回的时候 留给他的 只有满地狼藉和远去的尾灯 以及到处乱窜的狗 段二炮没有任何犹豫 打开后备箱 拽出一把巨短枪管 和枪托的双筒猎枪 上车猛追 可是他乘坐的轿车很快抛锚 前轮被卡在沟渠里 只能眼睁睁看着远处的尾灯渐渐消失 段二炮气地从车里跳出来 单手持枪朝天射了两发 兴兴回去 老巢损失严重 大门倒塌 西子也塌了半边 留守的五个人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 意识已经丧失 一群嗜血的恶狗在撕咬着他们 场面血腥而残忍 段二炮抬枪击了两只杜宾 其余的狗见状迅速逃走 弟兄们上前检查伤势 冲段二炮摇摇头 怕是不行了 妈的 送去抢救 我段二炮对兄弟就两句话 不抛弃 不放弃 段二炮将双筒猎枪抗在肩膀上 满脸的豪迈 伤员被抬上汽车运走 当然不会送到正规医院救治 这种严重的外伤医院方面 肯定要报警的 黑社会都有自己的外科医生 有些甚至相当高端 可以实施复杂的手术 呼吸机 透吸机等设备也都具备 忽然段二炮想到了什么 推开内饰房门一看 囚禁的人质果然不见了 气得他一脚 将一把单薄的木椅子踢得支离破碎 七零八落 自己的弟兄是什么水准 段二炮心里很清楚 那把他们五个打成半死不活的重伤 起码要出动二十人以上 看来对方实力很强啊 大灯坏掉的哈佛车 在黑漆漆的田野上颠簸上 开出一段距离 终于上了马路 王兴从手套箱里 拿出一瓶纯净水 一口气喝完了 又点了一支烟 深深吸了一口 哼哼起来 也不知道是舒服的 还是疼的 后座上的段手伤者爬了起来 战战兢兢问他们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我们 是段二炮的对头就行 你这手怎么回事 刘汉东反问他 原来这人叫黄家训 是浙江一个县里的企业家 还是人大代表 因为在近江投资了一项生意 和合伙人发生经济纠纷 忽然有一天 就被段二炮带人绑了 要挟三千万 一天不给剁一根手指 两天不给直接剁手 三天不给再剁一只手 接下来就是挖眼 黄家训亲眼见到段二炮挖人眼 用一个不锈钢汤匙 将另一个倒霉蛋的眼珠子 生生挖出来 场面非常恐怖血腥 谢谢你们救了我 我一定后报 黄家训节后余生 重出升天 激动得热泪盈眶 刘汉东直接开回了自己的汽修厂 哈佛伤势不算严重 换保险杠 大灯 板筋喷漆一番 和新的一样 来到铁渣街 就觉得气氛不对 远远看见汽修厂门口 大堆人围观 急忙将车停在巷口里 自己过去查看究竟 汽修厂门外 站着一帮看闹热的 院内一片狼藉 冰柜玻璃盖全部砸碎 桌椅板凳 更是变成了木板碎屑 地上还有斑斑血迹 火影孤零零的一个人 拿着扫把在清理垃圾 一见刘汉东进来 委屈地喊了一声东哥 就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 怎么回事 是不是段二炮带人过来的 刘汉东心里明镜一般 段二炮 既然先抓到了王兴 下一个目标 肯定是自己 只是没想到 他们来得如此迅速 火影抽气着说 来了两车不认识的人 进来就砸东西骂人 还打了我一巴掌 我哥就和他们打起来了 还有万灵哥他们 都抄家伙上了 结果全被砍倒了 严重吗 血乎乎的大口子 背上老长一条 现在已经送医院抢救了 火影笔划着 刘汉东却定了神 砍伤次死 其实大砍到这种 武器重在威慑性 真正的高手砍人的时候 很有分寸 专门往肉多血管少的 部位招呼 看起来吓人 其实死不了人 皮外伤而已 东哥 他们是来找你的 你赶紧走吧 我没跟着去医院 就是留下等你的 你手机也打不通 太出所刚才也来了 让你去一趟接受调查呢 火影连珠炮一般说道 太出所是万万去不得了 去了等于自投罗网 刘汉东私存片刻 从屋里拿了自己的旅行包 细软平时都放在里面 已被随时跑路之用 想了想 又从包里掏出三万块钱 递给火影 给你哥他们住院用 火影也不矫情 接了钱问 东哥 你去哪 啥时候回来 我去把这事解决一下 办完就回来 刘汉东上了自己的富康 猛踩油门 大灯猛闪 围在门口的群众 顿时散开 富康轰鸣着冲了出去 哈福不能再开了 暂时丢在铁渣街上 王兴和黄家训 转到富康上 开到韩眉眉藏身的旅馆 马灵已经在这儿了 正手忙脚乱地 给孩子换尿片 见伤痕累累的 王兴出现在门口 韩眉眉立刻扑了上去 眼泪直流 王兴拍拍韩眉眉的后背 给你看样好东西 拿出手机调出照片 这逼就是差点把咱宝宝 扔下楼的那个 手筋脚筋都让我挑了 下半辈子就是残 急忍了 韩眉眉很解气 活该 她这脸怎么回事 好恶心 火车撞的 王兴冲流汗冬 狡黠地眨眨眼 蹒跚着走进洗手间 清洗了脸上 身上的血污 韩眉眉安顿好孩子 帮丈夫处理伤口 富药包扎 熟练无比 嫂子是护士出身吗 刘汉东好奇道 不是 以前在江北的时候 王兴就经常跟人打架 我都练出来了 韩眉眉解释说 刘汉东转头对马灵说 那笔钱惹出麻烦了 我们先出去避一避 你回去上班 顺便帮我打听消息 马灵直拗道 不 我跟你走 别闹 厂子让人砸了 家里需要人震着 你走了 谁来管这一摊子 刘汉东轻拂马灵头发 一句话就说服了他 事不宜迟 趁着俩婴儿入睡 几个人收拾东西走人 马灵打车回家不提 刘汉东驾驶汽车 黄家训坐副驾 王兴夫妇抱着孩子坐后面 连夜直奔江北 路上王兴打了好几个电话安排 凌晨两点钟 傅康驶出江北段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候 已经有十几辆车等在这里了 汉马车的司机先下来打开后门 卓二哥从车上下来 后面跟上几个马仔 专门有一个帮他拎着传说中的马刀 八子 孟知秋等人也从车上下来 骂骂咧咧说 很久没人敢动光哥的人了 刘汉东等人也下了车 简单寒暄 车队浩浩荡荡 开往着力旗下的五星级酒店 开了病排的四个房间 给他们住宿 婴儿奶粉尿片 加上保姆一英俱全 外科医生带着器械药品也赶到了 王兴只是皮外伤 黄家训伤势重一些 伤口有恶化感染的趋势 再不及时救治 就要连小臂也截肢了 众人碰了个头 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梳理完之后 着力说 基本明白了 到了江北就不用担心 谁也不敢动你们 这个段二炮 什么来历 谁知道 孟知秋说 我听进江的朋友提过 这人不是江东本地人 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 就知道是从大西北 蹲了十年出来的 这小子打架特别狠 不要命 有一回肚子都让人滑了 肠子躺出来 用手塞回去继续砍人 绝对的猛人一个 做事也很讲义气 聚集了一批人 起先给人看赌场 后来自己单干了 他后台是谁 着力打断问道 他知道 这种爱惹事的狠角色背后 一定有人找 否则早就惊动公安了 可能是詹子宇 刘汉东道 他这么说有依据的 先是区法院的白痴黑 然后是段二炮黑痴黑 幕后指使者 肯定是同一个人 詹子宇的父亲 是进江市局一把詹树森 这半年 他把全市的派出所长 都给换了一遍 他们爷俩在进江 绝对是呼风唤雨 只手遮天 王兴进一步说明 着力沉吟片刻道 这事儿是段二炮 先不讲规矩的 江湖是 江湖了 还是先礼后兵吧 等天亮我会找人带话 看他们给不给我这个面色 谢谢二哥 王兴立即表态 并且以眼神制止刘汉东 他心里明白 这场中突 是自己这边占了便宜 羊狗场那五个人 已经被刘汉东接底废掉 而气修场这边的 都是清少 没有可比性 刘汉东还是开口了 那黄家迅怎么办 这是另案 让他报警 回当地报警 着力眼皮都不眨地说道 第二天上午 越江楼茶馆 进江人没有喝早茶的习惯 客人很稀少 只有几个服务员在打扫卫生 二楼上却已经坐了两桌客人 气氛略微紧张 一桌是皮天堂 和他的四个保镖 另一桌是段二炮 和七个横眉冷目的壮汉 江北卓二哥 托我问你一句话 这事有得谈吗 皮天堂首先开枪 谁动我的兄弟 我就要谁的命 把人交给我 其他免谈 我不管什么二哥三哥的 我认识你老几啊 段二炮气焰嚣张无比 怎么和皮先生说话的 懂不懂江湖辈分 皮天堂的一个保镖 一拍桌子 怒绒满面站了起来 这边八个人全都站起来 慢慢抽出血量的开山刀 皮天堂的四个保镖 纹丝不动 他们在等老大的眼色 皮天堂站起来 哈哈大笑 将自己的保镖 按回座位 别动气 我就是受人之托带个话 这事和我没关系 段二炮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管好你自己的生意吧 没事少帮人带话 皮天堂早年也是混社会的 这几年洗白上岸 当了政协委员 生意也越做越大 身家上亿 来往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角色 就是厅局及领导见了他 都得称呼一声皮总 如今被一个江湖新人当众奚落 岂能咽得下这口气 可是皮天堂竟然真的咽下了这口气 他一点不动怒 笑咪咪说 好 我知道了 我会把你的意思 转达给卓二哥 段二炮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大摇大摆走了 他那七个兄弟也一个比一个嚣张 有的还冲皮天堂比出中指 而皮老板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微笑 段二炮一帮人的脚步声远去了 保镖愤然道 老大 教训教训这小子吧 不用 皮天堂淡然摆摆手 你没看见吗 段二炮一只脚已经踏进阁王殿了 说着拿起手机 拨通了着力的电话 老二 话给你递到了 人家一点不给面子 还喷我一脸唾沫星子 呵呵 那好 啥时候 你过来 咱一起吃个饭 有日子没见面了 好 回见 段二炮带着一帮手下 风风火火下楼 半路上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带人来到 近江四环路上一家配货站 站外 停了几辆大货车 门口站着两个黑T恤 院子里 一条被铁链拴着的草狗 汪汪狂吠 段二炮带人进屋 椅子上绑着个人 已经被打得血肉迷糊 奄奄一息 你叫成明 那个宾利车是你运走的 运哪儿去了 段二炮问道 成明不说话 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段二炮打了个响指 手下递过来一把砍刀 不说是吧 段二炮一刀斩下 成明的左手被砍得 只剩一点皮肉连着了 再问一句 运哪儿去了 段二炮举着血淋淋的砍刀 立声贺吻 江北玄超气修 成明带着哭腔喊道 操 不动点真格的你 当我逗你玩的呀 段二炮丢下砍刀 将成明的左手拽下来 丢到院子里 草狗嗅了嗅 闻出主人的味道 乌叶一声 趴下不敢叫唤了 段二炮带人扬长而去 过了一会 110民警 接到附近群众报警赶到 将成明救出 带着他的左手赶赴医院 兴许还能接得上 江北 马超正在和平饭店的包房里打麻将 忽然接到成明家属打来的电话 说了几句后 脸色大变 牌也不打了 匆忙离去 到车上就开始打电话喊人 半小时后 三十多号人聚集在玄超气修厂 马超告诉他们说 今天可能有晋江的混混来闹事 大家就哄堂大笑 说什么人活得不耐烦了 赶到江北来找死 马超就说是段二炮 大家更不当回事了 纷纷笑着说 哪里来的不知名小痞子 直接打电话 让皮老大把他摆平布就得了 每个地方的混混 都觉得自己才是最牛逼的 一方面强龙不压地投舌 一方面源于对外界的不熟悉 马超找来的这帮人就是这样 他们准备了钢管 铁齿 棒球棍 开山刀等家伙 在气修厂里打升级 抽烟聊天 等着对手上门 段二炮来得很快 也很出乎意料 他的学习能力很强 找了一辆泥头车 直接撞进了玄超气修厂 紧跟着是三辆豪华SUV 骑刷刷从车上下来十几个人 全都光着几辆 刺龙画虎踢着秃头 手提雪亮地开山刀 马超这边的人反应也很快 呼拉一下权威上去 段二炮从车上下来 赤着上身披着貂皮领子的大斗篷 嘴里叼着烟 单手举着一把猎枪 二话不说连开两枪 霞蛋上面喷洒 一群人都挨了铁沙子 给我砍 段二炮爆喝一声 手下趁势杀出 他叼着烟折开枪计 掏出滚烫的十二号霞蛋盒子 从裤兜里 抠出两发实弹填进去 单手一甩和上枪击 继续朝人多的地方开火 这种凶残的打法 江北黑道上 已经很多年不见了 马超找来的这帮人 本来也是二线角色 来打个酱油 冲个场面而已 见识不妙 顿时鸟兽散 跑得比兔子还快 马超也溜了 边跑边打110报警 段二炮催了一口 抹了个逼的 就这水平 真不过瘾 手下们挥舞砍刀 将厂里的桌椅板凳 窗户玻璃全砸了 停着修理的几辆车 也倒了没 封挡玻璃被砸的 蜘蛛网一样 放射性开裂 引擎盖和车门上 一道道大口子 远处警笛声响起 段二炮这才将烟蒂一扔 弟兄们 闪 泥头车是偷来的 直接丢下不要 一行人上了 SUV快速离去 大伙坐在车里叼着烟 唱谈刚才老大的英姿 意犹未尽 二哥绝对是黑道第一人 一个受排骨青年赞道 必 必须的 放放放 放眼全全全 全省 二哥绝对是最牛逼的 一个结巴青年帮腔道 他们的年纪都不会超过20岁 但眼神凶狂 不可一世 对段二炮死心塌地 疯狂崇拜 又一人说 听说江北也有一个叫二哥的 还他妈挺狂 上午还找人给二哥带话 他以为他老几呀 给咱二哥提鞋都不配 对 他也配称二哥 只有段二哥才是真二哥 弟兄们过躁起来 段二炮心里很受用 想到着老二百谱 让皮天堂带话 心里就有些不爽 问到这个二B在江北哪儿 弄他去 华青池就在滨江大道上 有小弟答道 速度赶过去 草他妈的 我就不信了 卓老二三头六臂 段二炮道 三辆奥迪Q7静直赶往华青池 虽然是酷热的秋老虎季节 但他们却把所有车窗降下 将纹着龙虎的胳膊伸出车外 拍打着车身 戴着墨镜的光脑袋也伸出来 冲车道上其他车辆比划着中指 车载音箱更是轰宁着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很快开到华青池娱乐总会 停车场保安打手势让他们进场 可是三辆Q7直奔大门 不过这回没有破门而入 段二炮一马当先 手持猎枪进了大厅 一枪打碎玉石翻船屏风 第二枪将天花板上的巨大水晶吊灯给打了下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 傻傻看着这个大夏天 披着貂皮领斗篷的酷拽男子 操 还带话给我 带你妈逼 段二炮不是蠢货 他知道华青池肯定养了不少保安 自己这点人来砸厂子还是不够 放了两枪之后 转身就走 小弟们兴奋无比 吹着贼哨 轰着音箱 驾车扬长而去 等楼上健身室里的保安们赶下楼 段二炮等人已经没了踪影 上车追了一阵也追不到人 这个时间 着力正在家里带孩子 听说厂子让人砸了 立刻赶到现场 让人将屏风和吊灯抬走 今天暂停停业 监控室的屏幕上 着力看到了段二炮嚣张无比的身影 问道 他说的 什么 他说 还带话给我 带你妈逼 大唐经理是个苗条泼辣的小娘们 愤愤答道 着力很震惊 段二炮来砸自己厂子 居然是因为带话这件事 这货到底狂到什么地步啊 简直智商成问题 老板 办他去 召集弟兄们 杀到晋江去 一个弟兄嚷道 兄堂因为愤怒而起伏不定 着力的手机响了 是马超打来的 二哥 我场让人砸了 段二炮带枪干的 知道了 着力挂了电话 吩咐大唐经理 报警 打电话给韩光 说有射枪案 段二炮并没有直接回省城 他虽然嚣张 但不是弱智 此时回去 肯定会遭到报复 他带着兄弟们来到了平川 此时天已经黑透 众人找了一家烧烤摊坐下 拼了一张超级大的桌子 开始喝酒吃肉 九汉尔热之际 大家再度谈起今天的壮举 一致认为二哥才是江东黑道之王 老大 咱们已经统一了近江黑道 今天又把江北黑道摆平了 下一步就是全省了 可咱们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啊 一个手下说道 段二炮也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但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威风霸气的名字 于是让大家提建议 手下中有一个经常玩网游的家伙建议道 老大叫血魂堂咋样 绝对高端大气上荡刺哦 不错 就叫血魂堂了 段二炮一锤定音 他端起酒杯站起来环顾四周 弟兄们 大家静了下来 一道道热血沸腾的目光 注视着老大 我段二炮不是江湖新人 十年前我就杀过人见过血 能在近江混起来 靠的是够狠 够义气 够钱多 可是最主要不是这些 而是有你们这些弟兄 弟兄们激动起来 继续听老大演说 从今天起 咱们就不再小打小闹了 咱们已经将皮天堂 卓老二这些人都踩在了脚底下 咱们必须有自己的堂口了 我宣布 血魂堂正式成立 干杯 啤酒杯撞在一起 大家齐呼万岁 引来临桌人的侧目 小弟们当场就恼了 抽出砍刀要剁人家的手 吓得那捉人赶紧赔礼道歉 然后落荒而逃 端二炮意气风发 大手笔犒赏部下 回头带你们包夜去 全部豪华单间 买游戏点卡 买QB都算我的 部下们欢呼雀跃 随后端二炮又分封了两个副堂主 四个星号星号 以及负责情报的暗影 负责保护自己的穴位 分工明确 组织严密 建立了组织之后 大伙斗志更加高昂 酒足饭饱 端二炮代父帮主和血位 找个五星级宾馆开房 找小姐睡觉去 弟兄们则在附近 找了一家网吧包夜打游戏 血魂长在江北翻天覆地的时候 刘汉东正在家里陪母亲吃饭聊天 他妈老到说你大伯母放高利贷 亏了十万块钱 现在汉南结婚也结不成了 都是贪心惹的祸啊 是哪家公司 刘汉东随口问道 听说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大公司里 汉微投资什么的 那完了 这钱彻底要不回来了 刘汉东略有些幸灾乐祸 大伯那家人向来不厚道 二十年前 没少欺负自家孤儿寡母 让他们长点记性也好 忽然手机响了 是马灵打来的电话 声音很惶恐 你又惹祸了 听我爸说 机场分局立案调查你了 盗窃罪 数额特别巨大 你小心点 警察分分钟会去抓你 知道了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刘汉东挂了电话 继续谈笑风声 顺便提到自己就要和马灵结婚了 母亲和贺叔都很惊喜 你爷爷都快一百岁了 要是百岁寿臣的时候 能抱上重孙子就太好了 按说他这个年岁 武士同堂都是应该的 母亲叙叙叨叨说着 刘汉东陪着他 憧憬美好未来 郑商议将来生了孩子 是奶奶带 还是姥姥带的时候 电话又来了 这回是马超打的 马超说 场子让人砸了 二哥的店也遭殃了 是进江段二炮干的 现在道上朋友 都到位了 你也过来吧 此事是刘汉东引起的 他当人不让 立刻去车前往 华清娱乐总会 外面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大厅里已经坐满了 各路好汉 都是自发前来请站的 可是 卓力却跟没事人一样 让大堂经理招呼弟兄们 洗澡唱歌喝酒 费用都算他的 先别急 我有数 卓二哥气定神闲 丝毫不怒 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过断日子 肯定要腥风血雨了 当年高吐坡四大天王的名头 可是硬生生打出来的 四个人就踏平金碧辉煌 那是何等的豪迈 如今小自辈们想要出头 也得拿出点本事来 断二炮就是最好的投名状 刘汉东在人群中发现了王兴 事实上 王兴在当警察之前 就和这些朋友混在一起 算是江北道上老面孔了 他告诉刘汉东 黄家迅的家属在他们本地警察的陪同下 已经将人接走了 还留了两万块钱 算是酬谢 回头分你一万 卓老板什么意思 是不是过几天要组队去进江啊 刘汉东问 王兴神秘地一笑 过几天你自然就知道了 刘汉东说 对了 机场分局立案了 宾立的事 王兴表情严肃起来 妈的 没完没了 背后肯定有人在搞事 想全盘接收龙开江的财产 两人正要聊下去 大唐经理过来招呼入席了 卓二哥百宴 来的都是客 吃好喝玩玩好 但报酬的事 只字不提 段二炮在平川休整了两天 喝足完够 才回到进江 羊狗场已经修理好了 打发弟兄们回老巢待着 段二炮开着Q气 带着四名穴尾来到淮江岸边的码头 登上一艘游艇 游艇工作人员很客气 而坚决地阻拦了四名穴尾 穴尾们当即翻脸 说 无论何时何地 必须和二哥形影不离 段二炮满意地点点头 不下忠勇可嘉 这次就算了 大老板的地方 还能出什么事 你们几个在附近 找个网吧 坐着等我吧 游艇载着段二炮 来到江新岛上 绿树眼印中的私人会所 白墙黑瓦 很有江南水乡的古镇风采 不过段二炮欣赏不了这个 他大摇大摆走进水泻 酒桌上已经坐了好几个人 就等他了 不好意思 来晚了 自罚三杯 段二炮将手包往桌上一丢 沉甸甸的真皮阿玛尼小包 将桌子砸得一颤 想必里面放着铁家伙 酒桌上摆的是茅台 段二炮端起分酒器 光光光就干了 然后拿起酒瓶又倒满 又干 再倒满 再干 三中下去 大半瓶酒都进他肚里了 大家就都傻眼了 见过能喝的 没见过这么能喝的 还没开场 就整这么多 让别人还怎么开展 詹子瑜拍起了巴掌 豪爽 霸气 二炮哥风采不减当年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近江市知名企业家 人大代表 李隋峰李老板 段二炮不卑不亢道 李老板好 詹子瑜继续介绍 这位是吴兴发 吴老板 段二炮依旧很客气地打招呼 一圈人介绍下来 开始喝酒 段二炮每杯必干 尽显英雄本色 大家都夸赞说 近五年 没见过这么霸气的汉子了 这么说 五年前有人能赶上我 段二炮似乎很不服气 我倒想会会他 吴兴发笑笑 是有个人和你差不多 后来判了死刑 前年执行了 段二炮脸上就有些不悦 这话听着就会起 不过吴兴发接下来的话 又让他转怒为喜 那小子不懂事 一味地好勇斗狠 和二炮哥没有可比性 如今二炮哥可是黑白两道通吃 绝对地尽将第一猛人 听说前几天把江北扫荡一圈 全震了 段二炮大大咧咧道 都是瞎玩 大家又是一阵吹捧 接着才谈起正事 詹子宇说 我看龙开江是不行了 他留下的可不是烂摊子 而是一座金山 咱们得想办法把这座金山开采出来 段二炮不爱动脑子 这些事情和他关系不大 听着听着就打起了哈欠 忽然詹子宇的一句话 让他打起了精神 近江的土石方市场 也必须规范起来 我觉得这一块交给二炮做比较合适 全面垄断起来 一年下来几千万不成问题 二炮你觉得呢 必须的 干 段二炮没多余的话 端起分酒气 又是一口干 我这个兄弟 就是豪爽 绝对的性情中人 讲义气 下手够狠 我们一块上中学的时候 都是练体育的 我是短炮 他是举重 经常一块儿玩 喝酒泡妞打裙架 有一次和体笑得混混干架 二炮帮我挡了一刀 这个情 我记一辈子 詹子宇说完 也端起分酒气滋溜干了 段二炮想起往事 也动了感情回忆起来 后来我揣一把刮刀过去 直接把那货捅了十八刀 都不是要害 送医院没法缝合伤口 活活躺血躺死的 痛快 喝一个 喝一个 李隋风哈哈大笑 举杯提议 众人都干了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詹子宇 要照着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 原来还是旧交 按说杀人该枪毙的 这个段二炮 只蹲了十年就出来 想必也有詹家操作的功劳 又喝了一圈 詹子宇说 二炮 听说你又砍人手了 段二炮喝大了 瞪着通红的眼睛说 砍手怎么了 该砍 就是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 要依着我的脾气 得砍脖子 詹子宇说 没事 你继续砍 我这边压得住 实在不行 你就交个人出来顶着 给个十万八万的 进去几年等于镀金 出来就能上位 小弟们都抢着去的 李隋风笑着说 二炮兄弟很有意思啊 干脆成立个砍手挡算了 段二炮说 太俗 我们叫血浑堂 以后见到穿黑T恤 胸口印鞋手印的 就是我的兄弟 大家都赞美这个名号 霸气上档次 段二炮颇为自豪地笑了 忽然李隋风想起一件事 问詹子宇 老弟 那个刘汉东怎么处理的 这小子打死我的两头敖王 还领着基督大队抄我的场子 这笔账我可一直给他记着力 詹子宇说 这小子绝对不一般 去年和世丰对着干的事 你们都知道的 上上个月 这逼在平川 半夜摸到市长家里 把人家儿子打了个半死 最后一点是没有 绝对有手段 有能力 想办他真不容易 段二炮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 虽然他很有同感 这个刘汉东绝对是个人物 一个人放倒自己五个弟兄 但这种时候 不能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他一拍桌子说 交给我了 七天之内 我砍他两只手 詹子宇笑着说 二炮 这回就不麻烦你了 警方已经立案办他了 等进了看守所 咱们再操作 又是两瓶茅台下堵 李隋风让服务员上了一箱红酒 詹子宇开玩笑说 不是你店里卖的假酒吧 李隋风笑道 假酒也是真的 没脚关税的走私酒而已 大家接着喝 喝得天昏地暗 差不多该散场的时候 吴兴发随口问 要不要吃点饭 段二炮说 给我来一份面条吧 詹子宇补充说 要大份的 吴兴发让厨房下了一盆面条 大家眼睁睁看着段二炮 狼吞虎咽把面条吃了 暗暗感慨 这货绝对是猛人 放在古代 那就是李逵式的万人敌 詹子宇还有公务 先行离去 段二炮没啥事 坦然接受李隋风的安排 叫了两个小姐 陪他双飞 李隋风和吴兴发 坐在亭子里 吹着江峰抽着烟 商量事情 他俩喝得虽然多 但脑筋一点不糊涂 兴发 你说詹子宇的提议怎么样 生态城那块地交给咱们操作 我总觉得有些风险 大哥 富贵险中求 我看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龙开僵倒了 能吃饱一群人 咱做事有分寸就好 大头是詹老板和幕后大老板的 咱喝点汤就好 李隋风点点头 其实他已经决定 只是征求一下老伙计的意见而已 接着扯到儿子的事情 兴发 你上回说的办法真有用 李炕从戒毒所出来之后 就让他玩网游 结果天天不出门 再也不碰那些粉啊冰啊的了 吴兴发哈哈大笑 我就说嘛 游戏比毒品还上瘾 还不伤身 还省钱力 买个装备也不过十几万 再过几天 让他和夜晚结婚 收收心 该干点正事了 李隋风眯起眼睛 惬意得很 再过几个月 他就能抱孙子了 对了 大哥觉得段二炮这个人怎么样 吴兴发突然问道 李隋风笑笑 他就是一个快死的人罢了 吴兴发深有同感 这样的猛人 隔几年就出来一个 横行不了一年半载 就得让人弄死 不知道段二炮还能活几天 李隋风说 江湖自有江湖的规矩 任何人都不能违反 哪怕是公安局长家 牙内的发小也不行 这个社会上牛逼的人多了去了 不知天高地厚 就是一个下场 死 江北卓老二 那是好欺负的吗 你等着瞧好了 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悬念 趁着久近 吴兴发又提到了 近江黑道的传承问题 再过十年 咱们就都老了 你说 谁会是下一波领军的人物 李隋风想了想说 那个刘汉东算一号 他和段二炮不同 该狠的时候狠 不该狠的时候很有分寸 而且不拿不该拿的钱 这人来近江之后 光手上的人命就七八条 外面说是谣传 不过子宇这边的消息说 基本都是真的 这他妈才是真正的杀神 段二炮狗屁不是 吴兴发说 段二炮手底下舍了好几个人 听说又是刘汉东干的 对 所以这个人留不得 将来我老了 李康还年轻 不被人吃得死死的呀 李隋风将燕蓝腰掐断 淡然笑道 詹子宇喝得醉醺醺地 从江心岛出来 游艇上的工作人员 劝他醒醒酒再走 或者打车走 这不计找个代价也行 你也不看看 我是干什么的 詹子宇拉开手包 露出里面黑漆漆的小手枪 他本来也算是个有分寸的人 但喝了酒就忘形 脾气暴躁不说 还喜欢显摆 工作人员不敢说话了 只是暗暗祈祷 待会大街上的人都小心点 别被他撞上了 死了也白死 游艇靠岸 詹子宇叼着烟走进停车场 上了自己的英飞尼迪FX 开启重摇滚 摇头晃脑驶向出口 一个五十来岁的看车老头 拦在车前示意他停车缴费 十五块 老头伸出五根手指说 他有些不高兴 因为这辆车是横着停的 占了三个正常的车位 所以要收他三份钱 詹子宇本来还打算付钱的 中控台上已经放了一张五元钞票 一听对方 狮子大开口要十五元 顿时雷霆大怒 下车重重摔上车门大吼一声 宰人宰我头上了 活腻了吧你老B样的 看车老头也是见惯各色人等的 再说这嘉宾将停车场小有背景 所以也不怕他 挺起胸膛对骂道 横什么横 不就开个破奇瑞吗 詹子宇气地转了个圈 英菲尼迪被人当成奇瑞 这老B真是狗眼看人低 他也懒得废话 直接一记直拳打过去 老头四仰八叉放倒 然后上去猛踢 抹了个B的 奇瑞是吧 让你奇瑞 看车老头的老婆 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喊 来人啊 救命啊 打人了 然后躺在英菲尼迪车轮前 詹子宇才不吃他这一套 上车准备压过去 老太婆机灵得很 一咕噜爬起来 车轮擦着他的身子开过去 晚一秒钟都被被压死 报警 我记下车号了 老头从地上爬起来 愤怒地说道 打110 这人喝酒了 是醉驾 老太婆也恨恨的 詹子宇驾驶着大号奇瑞 飞驰在岩浆大道上 开得飞快 他急着赶场 和朋友喝下一场酒 开着开着 就见前面有交警拦车 于是不耐烦地靠边停车 降下车窗 将警官正伸了出去 试局的 有任务 詹子宇皱着眉头说 负责查车的 是运山大队的吴良海和谭嘉兴 他们只是例行检查而已 可是拦下这辆英飞尼迪之后 车内一股浓烈的酒味冲出 差点把人熏个跟头 妥妥的醉驾啊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谭嘉兴检查了警官证之后 依然不买账 这个自己喝了太多酒 必须控制起来 不然继续驾车 很可能会酿成车祸 你他妈的没脑子吗 看不见我是谁吗 詹子宇将警官正摔到谭嘉兴脸上 继而下车 抬脚就踹 谭嘉兴闪避开来 正面对着詹子宇 他胸前有执法摄像头 可以记录下执法过程中的影像声音 你涉嫌醉嫁 最好别开了 谭嘉兴并不想闹打 谁没个喝醉酒的时候 又是市局的同事 犯不上较真 不过对方这气焰是够横的 居然动脚了 醉嫁 醉嫁你妈 詹子宇刚才在停车场 就憋了一肚子火 这会儿脾气上来 非得泄泄火才行 对方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照打不悟 一巴掌扇过去 谭嘉兴一低头 紧冒飞了 再一拳 依然落空 詹子宇恼了 翻身回车里拿枪出来 指着谭嘉兴喝道 你再动 再动我一枪废了你 吴良海已经在用对讲机呼叫支援了 见詹子宇掏枪 赶紧报告 呼叫特警 这边动枪了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谭嘉兴不敢再躲避 对方是罪鬼 可真敢开枪 詹子宇上前猛踢谭嘉兴 踢得他满地乱滚 反光背心也开了 对讲机电池也掉了 吴良海见不是事 从后面抱住了詹子宇 围观的司机们一拥而上 抓胳膊按腿 将詹子宇牢牢制服 谭嘉兴从地上拿起来 拿了酒精检测仪 让詹子宇吹 他拒不配合 被众人强行捏着鼻子吹了一口 酒精含量超过罪驾标准三倍半 这时候 交警增援力量赶到了 将罪驾打人者控制起来 塞进车里 中队长一看 这不是詹子宇吗 赶紧让人把他送去行酒 又让吴良海和谭嘉兴 先不要执勤了 回队里把事情经过写下来 第二天 詹子宇才从宿罪中醒过来 依然是头昏脑胀 拿起手机一看 几十个未接电话 按照对方的重量级 一个个回过去 才知道 昨天自己闯了祸 先是停车场老夫妻报警 称自己不交费还打人 这案子在派出所就给压下了 不过听说这对老夫妻打算闹大 把视频传到网上去 第二件事 是罪驾被交警抓了 幸亏中队长认识自己 事儿也被压下了 詹子宇有些郁闷 怎么自己这么倒霉 什么人都蹬鼻子上脸 还他妈上网曝光 找死吧 他一个电话打给段二炮 二炮 哥哥让人欺负了 你说咋办 还能咋办 剁手 段二炮毫不含糊 就在江新岛游停码头附近 那个停车场 看车子的两个老不死 你处理一下 别闹出人命就行 马上办 然后詹子宇又打给交警支队的头 你们交警不大给面子啊 让我很难看 很没有面子啊 交警支队长赶紧赔礼道歉 承诺处理当事人 改天请詹子宇喝酒 当天中午 谭嘉兴被停职 下午 江边停车场 一伙穿黑T恤的青年冲了进来 将年余六旬的管理员 砍倒一阵乱批 又将屋里的炉灶 被入热水瓶等全部砸毁 这才扬长而去 110接到报警赶赴现场 将管理员送到医院抢救 老头的一只手被砍断 被推进手术室急救 老太太因为去买菜 而性免于难 坐在手术室门口 嚎啕大哭 早报的记者白娜 接到线报来到医院 采访了案件当事人 老太婆得知 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早报白记者 立刻像叛到了救星一般 哭哭啼啼 将事情原委叙说一遍 白娜最近在关注砍手党的案子 这是近将一个新兴起的黑社会团伙 特点是喜欢砍人手 短短三个月 砍的手都够开一桌麻将了 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恐慌气氛 采访警方 只推说正在调查 而坎首党依然肆虐 这是最新的一宗 就是昨天那个开启锐的喊来的人 我有视频 白记者 我把证据给你 老太婆很明白 或是是怎么来的 白娜跟着她回了停车场取证 可是发现监控摄像头已经被砸烂了 老太婆从谈于底座上拿起一张存储卡说 我早防着他们了 视频在这里头 白娜将存储卡里的视频 拷贝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 卡依然还给老太婆 您留着 多备份几个 回到车里 白娜打开视频文件 看到一个凶悍的男子推操殴打管理员 气焰十分嚣张 这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白娜知道此人 乃本是臭名昭著的眼内之一 市局一把手 兼副厅长詹树森的公子 詹子宇 同时 他也是市局的一名干警 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在脑海里 弹手党能逍遥法外 是不是仗着这个詹子宇的包庇 很有可能 白娜决定把这个案子查下去 深夜 闹市区的唐国酒吧 段二炮带着手下指高气扬的驾铃 四名穴位都穿着黑色紧身T恤 胸口印着血手印 到上董行的剑了 急忙退避三社 经理亲自招待 给他们倒酒 上果盘 酒吧里设灯光怪陆离 重金属音乐震耳欲聋 人头攒动 磨肩接踵 台上穿着三点的羊妞 再跳着钢管舞 段二炮叼着烟 随着音乐晃动着身体 旁边一桌有四个女的 都是浓妆艳抹 穿着淘宝上买的暴露礼服裙 摇晃着苹果手机 时不时向这边瞄两眼 段二炮和穴位们的目光 都被吸引过去 全然没注意 身后来了一人 从裤兜里掏出一小节金属管 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 瞄准段二炮的后背 用另一只手 猛击金属管的尾部 就在此人的手掌 就要碰触到金属管尾部的一瞬间 段二炮忽然侧转了身子 这样就从瞄准后心 变成了臂膀 杀手动作转换得极快 迅速逆了管子 装作没事人一样 溜达开去 迪巴里喧嚣无比 所有人的目光 都盯住钢管舞女 没人留意她的动作 段二炮喝得有些多 迪巴里的知华氏 对红茶喝得膀胱胀的难受 需要去厕所放水 她带着四个形影不离的穴位 前往洗手间 刚走到门口 从厕所里 钻出来一个一手拿烟 一手打电话的小子 正撞上段二炮 我操你妈的 瞎了 段二炮勃然大怒 撞她的小伙子十七八岁 身板瘦得跟搓板一样 虽然也刺龙画虎 但气场明显较弱 她立刻服软 大哥 不好意思 并且掏出烟来敬赏 段二炮一巴掌打飞她的烟 对穴位们说 处理一下 小伙子可怜巴巴地说 大哥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打电话没注意 厕所里又出来三四个人 和小伙子是一起来的 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毛孩子 健壮上前推操 穴位们也不含糊 当即从包里 把双筒猎枪拽出来了 顶着对方的脑袋说 妈了个逼的 知道我们是谁吗 血魂堂的人也敢惹 小伙子们立刻吓尿 段二炮的血魂堂横空出世 极其霸道 专砍人手 绝非他们这种小痞子可以抗衡的 妈的 都跪下 穴位们喝倒 小伙子们乖乖跪下 赔礼道歉 大哥 对不起 自己糊脸 不许停 厕所里 段二炮站在尿池子前 惬意地掏出老二放水 听着外面糊脸的啪啪声 心里充满了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霸气与唏嘘 没有敌手的人是寂寞的 穴位们是背对着洗手间的 而这个下跪的小子 却是面对着厕所 他们一边扇着自己的脸 一边眼睁睁 看着厕所大号阁间里出来一个人 手拿金属管 朝着段二炮的后心拍了一下 管口喷出一股火焰 然后段二炮就栽进了尿池子 厕所里的声音惊动了穴位们 回头一看 大哥躺尿池子里了 一个精瘦 的中等身材男子 一跃就从洗手间窗户翻出去了 抓住他 穴位们一拥而上 从窗户探头出去 外面空调外积 各种排水管 电线 那男子竟然如履平地 蹭蹭几下就落了地 跨上一辆电动车 不慌不忙走了 穴位们虽然能打能杀 但是不擅长轻功 只能隔空大喊 有种别走 给我追 身后传来段二炮的声音 他已经从尿池子里爬起来了 亮亮呛呛呛像喝醉了酒 伸手艰难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背 一手的鲜血 妈的 中招了 说着向外面走去 挤开笛巴里拥挤的人群出去了 穴位们赶紧跟上 只留下跪在地上的几个毛头小子 面面相去 今天他们算是开眼了 段二炮跌跌撞撞穿过人群 走出笛巴大门 进电梯的时候还清醒 到了楼下停车场就走不动了 小弟们七手八脚将他架上车 风驰电车 开向最近的医院 五分钟就到 把伤员驾进进诊室 小弟们亮出双筒猎枪和大砍刀 学着电影里英雄的做派 直接顶着医生的脑壳说 救活我大哥 不然抱了你的头 护士吓得尖叫 医生默默无语 开始救治 小弟们就等在手术室门口 只要医生胆敢说什么已经尽力 立马劈死他 不带商量的 十分钟不到 接到报警的寻特警赶到医院 黑头套 冲锋枪 防弹钢盾牌 立刻将血浑糖的小弟们拿下 四小时后 段二炮才推出手术室 这颗简易激发装置射出的五十一式子弹经过改装 弹头错开露出千辛 变成一颗杀伤力极大的打母弹 段二炮的内脏被打得乱七八糟 好在送一级时 侥幸没死 但大量失血依然命悬一线 段二炮进入重症监护室 外面站了两名特警 他涉嫌竖起故意伤害案 已经被寻特警支队控制起来了 这案子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寻特警支队长石国平 本来在家睡觉的 接到报告后 赶到一线亲自指挥 调集两个中队的特警 根据血位的供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举打掉血魂塘在郊区的总部 招获犯罪嫌疑人25名 缴获管制刀具30把 猎枪一把 火冲两支 雷管炸药若干 段二炮是詹子宇的人 这在近江警戒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有这样的大靠山 派出所根本没法 对段二炮立案调查 因为詹树森正在进行 全市派出所长的竞争上岗 业务比武 名义上是提拔年富力强的新人 实际上就是洗牌 安插自己的铁杆 谁能巴结上詹家父子 谁就能上位 反之就滚蛋 但这一波风潮 还没到达支队长级别 所以 石国平暂时还有喘息之际 按说寻特警支队 是不参与刑事案件侦破的 但也有一定的执法权 这回最先接警的是寻特警 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把案子办下去 石国平很想借着这次机会 扳倒詹树森 他脑筋一转 打电话给各路媒体 不经过市局宣传部 门 直接发布消息 打掉了臭名昭著的砍手党 直到第二天早上 詹子宇才听说 段二炮出事 被杀手打了一枪 差点挂掉 现在已经被寻特警支队控制起来 血魂堂也土崩瓦解 气得他大骂段二炮不成气 又大骂石国平不讲究 不管怎么说 段二炮这枚棋子算是废了 但并不影响大局 目前最重要的是 赶紧把龙开江留下的金矿挖空 段二炮被打成重伤的消息迅速传开 倒上重量级的人物 全都没当回事 这思太狂了 肯定有人要收他 可惜的是 一枪居然没星号星号他 消息传到江北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卓二哥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轻轻松松就把段二炮给料理了 同时也给大家上了深刻的一课 江湖已经不是当年的江湖了 大佬们换了新玩法 直接找杀手解决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 段二炮先坏了规矩 怨不得他人下狠手 江湖自有游戏规则 违反规则的是必定被淘汰 这是自然规律 王兴托人打听了一下情况 拖车的案子还是有挽回余地的 但老躲在江北可不行 必须回去把这事处理掉 于是他将妻儿安顿在江北 自己和刘汉东 驱车返回晋江 没敢回家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 然后联系了一些正法口的朋友商量 律师分析了情况说 这根本不算盗窃 因为龙开江欠了一屁股债 已经跑路 宾利车是遗弃在机场的 作为债权人的授权代理人 王兴有权利取回债务人的财产 当然法律问题是很复杂的 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还是老朋友万绪东看的透彻 他说 前规则办事 明规则办人 现在是有人想借题发挥办你们 把这事处理好 官司的事就好弄了 王兴纳闷 我没惹到不该惹的人啊 万绪东说 你是没惹 可你的搭档惹了 刘汉东在防暴大队的时候 打死李隋锋架值五百万的两头敖王 又抄了人家的场子 把人家儿子送进戒毒所 你觉得这事难道就算了 人家小账本上记得清清楚处理 王兴说 这么说没我什么事了 你是被刘汉东牵连了 我早提醒你 别和他掺和到一起 这小子就是个惹祸精 你想脱身也简单 作证把刘汉东的罪名坐实了 你就没事了 这事我干不来 王兴立刻摇头 从刘汉东单枪匹马 营救自己的那一刻起 他就认定这个惹祸精是自己一生一世的兄弟了 那就算了 你自己想办法吧 万绪东信信走了 机场分局的刑警 并没有难为刘汉东 没给他上靠子 也没搜他的手机钱包 公安系统就这么大 刘汉东的英雄事迹被好事之徒传的全系统闻名 大家敬他是条汉子 自然不会当成一般毛贼对待 可是到了分局之后 近况发生了变化 一个四十多岁面无表情的女艺都 倒背着手来查看了一番 下令将刘汉东关进拘留室 隐约听到他和别人的对话中提到 害群之马 社会渣子之类的词 分局的拘留宰条件简陋 空间狭小 刘汉东的手机被收走 腰带也被没收 暂时没人提审他 冷板凳一座就是几个小时 黄花小区 王玉兰买菜回家 见马国庆惆怅无比的在阳台抽烟 忍不住骂道 闲着没事 不知道扫扫地 擦擦桌子 就记得抽烟 我看你连小刘都不如 马国庆说 以后别提小刘了 他又被抓了 盗窃罪 数额特别巨大 怕是没有十年下不来 王玉兰下呆了 十年 那灵儿怎么办 这不还没结婚吗 就怕闺女发傻啊 死心塌地的等他 一辈子就毁了 马国庆狠狠抽了最后一口 将已经烧到过滤嘴的烟屁股掐灭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 王玉兰道 还不是帮你们讨债闹的 他和别人合伙 偷了龙开江几辆车 光那辆宾利 就价值超过五百万 妥妥地盗窃罪 铁证如山 赖都赖不掉 马国庆解释说 王玉兰急了 那汉微欠 我们钱算什么 小刘帮着我们讨回去汉钱 合着还犯罪了 马国庆鄙夷的摇摇头 和家庭妇女谈法律 真是费劲 那是另案 知道不 不一码事 欠钱你可以去讨 去法院起诉 但不能自己偷偷摸摸拿回来 这就是犯法 王玉兰好歹是警察家属 隐约明白了一些 一拍大腿道 幸亏凌儿没和她结婚 这回小刘算是完了 出来也得有三十七八块四十岁了 活生生就废了一个人啊 外面传来许多脚步声 还有沉重的喘息 马国庆纳闷 楼上住户乡 乡下亲戚又来了 不应该这么多人啊 正想着自己的门被敲响 透过猫眼一看 好家伙 连楼道里都站满了人 看打扮都是劳苦大众 普通市民 赶紧打开门 外面这些群众就问王大姐在家吗 王玉兰上前疑惑道 你们是 众人自曝家门 原来他们都是汉威的投资者 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得知 公交公司退休职工王玉兰王大姐 特别有路子 能帮人讨回投资款 于是几十号人组团来求王玉兰 王玉兰抓瞎了 他自己都是受害者 哪有这个本事 可是群众们不好打发 他们苦苦哀求 不惜下跪 王大姐 给两成的辛苦费都行 只要能把钱要回来 那是我父亲看病的钱啊 对 王大姐 我们懂规矩 该给的必须给 求你千万答应 王玉兰都快哭了 百般解释人家就是不听 正难以脱身 马国庆出现了 他回屋把警服穿上了 对大家说 同志们 听我说 都听我说 大家看他是公安 便静下来倾听 马国庆将事情原委简短介绍一下 说 这个讨债的人 已经被我公安机关控制了 所以帮不到大家了 我也给大家提个醒 讨债要通过合法途径 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群众们本来也就是 抱着有早没早打一杆的试探心理来的 听马国庆说的言之早早的 便也就散了 楼道里恢复了宁静 王玉兰开始叹气 可惜了 挺好的小伙子 马国庆很惊讶 老婆一直以来对刘汉东比较反感 怎么这回转了性 不但没幸灾乐祸 还唉声叹气的 不像王玉兰的一贯作风啊 他却忽略了一点 其实女儿的性格不是随自己 而是随母亲 想当年王玉兰身为公交系统一枝花 为啥嫁给她一个普通民警 还不是崇拜那一身蓝警符 而崇拜警符的背后 是对英雄的爱慕 对极恶如仇 潇洒不羁 峡谷柔常的向往 王玉兰跟马国庆过了二十几年 早就受够了她的黏脾气 啥本事没有 对上级唯唯诺诺 胆子又小 干了一辈子还是基层民警 王玉兰说 让女儿找妇科级公务员 一心想把吕建贤收了当女婿 全都是出于对丈夫的失望 她对世界的认知水平比较有限 觉得妇科级就顶天了 吕建贤那样的就老牛逼了 可是刘汉东讨债这事儿 却给她上了深刻的一刻 有胆破 有手段 这才是好汉子 好女婿 当然王玉兰五十多岁的人了 早过了做白日梦的年纪 她知道这回小刘是真晚了 得赶紧把女儿劝好才行 别苦等她出狱 直到第二天早上 刘汉东才被提审 聚光灯照着她 坐在小笼子里 双手烤在笼子上 面对着的就是昨天那个铁面女警官 她先例行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这些 然后出具证据 机场停车场监控显示 刘汉东和王兴曾去踩点 然后伙同他人将宾利车偷走 王兴已经投案自首 帮你运送脏车的成名也被我们控制了 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 女警官严厉无比地说道 刘汉东自然有他的一套说辞 帮人讨债云云 女警官一拍桌子 你不要扯其他的 偷没偷车 没偷 是取回龙开江嵌老百姓的财物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你也当过警察 应该知道我们中证据亲口供 你拒不交代没关系 一切证据链就指明你就是盗窃巨额财物的元凶 你知道盗窃五百万财物能判多少年吗 女警官冷笑着 去高林下看着刘汉东 略带怜悯地说 你这个情况二十年是跑不了的 刘汉东说 能给我一支烟吗 女警官知道自己的话奏效了 让手下给他一支烟 并帮他点着 刘汉东巴达巴达抽完 江烟屁股一吐道 去你骂了个笔 二十年你说了算啊 你是法官啊 你抓我 检察院批捕了吗 你 中年女警官大怒 一拍桌子 给我带下去 刘汉东被带回拘留室 两只手烤在暖气管道上 站也不行 坐也不行 开始难挨的时光 他说的对 检察院并未正式批捕 不过这只是程序问题 即便一两天之内无法走完流程 先办他一个治安拘留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黄花小区附近的居民健身小花园内 往日一直喧闹到半夜的老年健身舞和红歌会都停了 这些退休下来百无聊赖的老头老太太都在谈论同意见识 火联合提着鸟笼子路过 看到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伙计坐在棋盘前也不下棋 唾沫星子横飞地说事儿 凑过去一听 原来是说龙开江跑路欠了进江 人民十几个亿的事情 指望政府万辈子也要不回来了 我算看透了 现在咱国家就是资本主义 不 比资本主义还黑暗 还腐朽 一个穿老式铁路工作服的老头愤愤然道 身边摆着一个同样老式的咖啡罐改成的大茶杯 龙开江就是仗着政府坐后台 才骗了这么多人的钱 结果龙开江和金木晨的合影 政府说是PS的 我批他祖宗 那天我就在旁边 亲眼看见他们握手 好的跟一个爹似的 另一个老头情绪也激动起来 又一个围观齐局的老头摇着蒲扇 压低声音神神秘秘说 听说民间有一个人 专门帮咱老百姓讨债 不少人已经收到钱了 半夜把钱丢进你家窗户 一分不少 对对对 我也听说了 我闺女单位同事的朋友的二九 就收到钱了 这哥在古代 就是大侠啊 对 就是大侠 这事是真的 听说那个大侠 就住在咱黄花小区呢 火联合忍不住插眼 不对 大侠明明住在我们铁渣街上 就在我对门 我和家小子姑娘平时一起玩的 大家鄙夷地看着她 老火 吹牛打的草稿仙 火联合急眼了 谁吹牛逼 谁死一户口本 这小孩叫刘汉东 以前当过警察的 前段时间报纸上登的 亿万富翁家的藏壕咬死环卫工人 就是她开枪打死的藏壕 因为这事还被公安清退了 见她说的有板有眼 大家也就信了 纷纷感叹事风日下 权贵当道 党和政府都不替老百姓说话了 火联合吹足了牛逼回家了 她却不知道 自己又在黄花大侠的传奇故事上添了几块砖头 9月下旬 依然是秋老虎四年 刘汉东被捕已经半个月了 警方始终没让探见 也打探不到任何消息 马林驾驶着公交车 行驶在拥堵的大街上 途径市政府的时候 惊鸿一瞥 看到门口站着一个 只拿纸牌的中年妇女 还没看清楚牌子上的字 那妇女就被附近巡逻的便衣控制住了 掐着脖子压进了面包车 为了防范上访 重要机关门口都有便衣 市政府门前执勤的是 附近派出所的几个民警 他们将上访者抓进警车 倒也没有难为她 就问你有什么冤屈 怎么不通过正常途径起诉或者信访啊 父女眼神直勾勾的 说我没有冤屈 警察就纳闷了 那你举着冤枉的牌子是干啥的 父女说 我为黄花大侠喊冤 你们不该抓她 她是穷人的大救星 警察就明白了 这位大姐精神上有些问题 经过一番联系 得知这位大姐早年下岗 丈夫是开出租的 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去年在汉威投了五万块老本 结果打了水漂 导致大姐精神失常 后来黄花大侠把钱给找回来了 但精神疾病尚未痊愈 听说大侠被警察抓了 所以大姐 跑到市政府门口喊冤来了 最终大姐被花火居委会领走 警察们把这个当成笑话说 不过很快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有一百多个 举着牌子的退休老人 浩浩荡荡 来到市政府门前静坐 要为黄花大侠击鼓鸣冤 这帮老人是市政府的常客 他们全是汉威非法集资的受害者 隔三差五就来闹腾一回 其中不乏离休干部 以及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慢性病人 打不得骂不得 稍微动作粗暴点 人家来个当场犯病就赖上你了 所以便衣们束手无策 立刻退得远远的 老人们倒也很有分寸 不往大门里冲 不堵路 而是站在大门两侧 张开标语 向马路上的行人展示 这回的主题是民间讨债英雄黄花大侠 老人们还特地请人绘制了大侠的形象 一身古装 仗剑飞檐走壁 看得路人们莫名其妙 老人就给他们讲解 讲得口莫横飞 义愤填膺 说政府怎么能把这样的大侠抓起来呢 一辆小号段的奥迪A6驶了过来 车上坐的是金市长和秘书 司机很机灵 看到大门口有情况 立刻改走后门 金木臣瞥见老人们拿的标语牌 有些纳闷 什么黄花大侠 这是怎么个情况 秘书一头汗 他也不掌握情况 赶紧打电话让人查 市政府有三个门 平时只有大门开 侧门和后门用来应付突发情况 今天就属于这种情况 金市长进了大院 秘书那边也收到汇报 向市长报告说 所谓的黄花大侠就是一个民间讨债人 帮人讨回汉危及资款的一个人 金木臣冷哼一声 什么大侠分明是犯罪分子 对这种人一定要运用法律武器狠狠打击 这人被依法逮捕了没有 已经被逮捕了 一定要从严从重从快打击 是 马林开回城的时候 天已经下起了雨 市政府门口的老人们撑起雨伞 穿上雨衣 继续无声抗议着 他们手中黄花大侠的标语 让女司机鼻子一算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刘汉东 全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而母亲那些讨回了部分欠款的老同事 则没有一个凑热闹的 刘汉东被捕的经历 马林已经知道 是父亲打电话把他引到家里 在楼下逮捕的 父亲是公安 他有自己的苦衷 但马林还是无法原谅父亲 这些天他都是住在朋友家的 他不愿意再回那个家 公安厅家属院 王兴正在宋建峰家的客厅里坐着喝茶 他现在也是戴罪之身 惊人指点头按自首 家上有人说情 所以保释在外 有机会为刘汉东奔走 宋建峰现在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级别还在 但权力大不如以前 空闲时间倒是大把的有 在家练起了书法 泡起了功夫茶 对于王兴的来访他并不吃惊 不让他说话 先喝功夫茶 王兴耐着性子 喝了几杯功夫茶 忍不住说 宋主任 您得出面压一下呀 这案子分明就是冤案 宋建峰气定神闲道 人走茶凉 我说话不管用了 王兴又磨了半天 宋建峰才正色道 你们两人只能保一个 花钱疏通还不行吗 大不了我把房子卖了 王兴下了血本了 下定决心不让刘汉东蹲监狱 宋建峰摇摇头 不是钱的问题 有人要针对刘汉东 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把牢底做穿 本来还能想想办法 少判几年 现在又闹出一个黄花大侠的事情 把某些人惹怒了 发了话一定要严办 你可以按照从犯处理 判二缓三这样 刘汉东起码十年徒刑 什么黄花大侠 王兴一头雾水 客厅外支着耳朵偷听的宋霜 也溜回屋子 打开电脑百度黄花大侠 可是没有任何线索 只能再去偷听他们说话 宋建峰解释道 自古以来 咱们中国老百姓 就期盼三种人的出现 明君 清官 侠客 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明君就不说了 清官这种东西 就和下水道里的鱼一样 难以存活 所以老百姓就渴望 能有侠客出现 黄花大侠 其实只是一个由退休老人 社会底层人士口口相传 虚拟出来的人物 但原形却是落在刘汉东身上 侠以武犯进 自古就是和官府作对的 自然触动当权者的神经 所以刘汉东无辜中枪 这回真的是谁也就不了他了 王兴叹口气 没说话 宋建峰继续说 负责这案子的是 是机场分局刑警大队的魏伟杰 他弟弟是临江区法院的魏伟浩 魏伟浩是詹子宇的把兄弟 詹子宇又是李隋峰的做上课 而李隋峰最近筹集了大笔资金 准备从市政府手里 把北岸生态城这块的接过来 这里面的关系 你绕清楚了没有? 王兴点点头 我懂 我们挡了别人的财路 薪酬就恨 撞枪口上了 你回去吧 取保候审期间 别到处瞎跑 不然自己也保不住 你孩子还小 不能没有父亲啊 宋建峰语重心长地说道 机场分局的魏伟杰 向来有女神探之美誉 这回破获了所谓的黄花大侠盗窃案 更加得到市局领导的欣赏 从偏远的机场分局调到了市局刑警支队 容生复支队长 看守党的案子交给女神探侦办 经过一番操作 血浑堂的几个倒霉蛋当了替死鬼 真正的元凶段二炮 却堂而皇之地保外就医了 刘汉东在看守所住了一个月了 这回他不是治安拘留 也不是刑事拘留 而是积押后审 据说这案子要在临江区法院审理 检察院方面已经取得了充分的证据 政法委也牵头召集公检法开了会 定了调子 王兴是同案犯 只不过罪行较轻保释在外 他请了律师来辩护 律师也没什么好招 按理说这案子很有辩护空间 但上面铁了心 要办成铁案 换什么律师都一个调养 所以干劲也不是很大 刘汉东的妈妈在贺淑的陪同下来到看守所探视儿子 马灵也陪在旁边 一家人隔着有机玻璃窗户相对无言 唯有泪两行 你不该做傻事啊 挣钱要走正道 母亲说了一句就哽咽了 儿子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时光 做老人的心里不好受 贺奸叹气 走到一旁将两条烟几件衣服交给警察 却被告知看守所不收东西 只收钱 于是又拿了三千块钱出来 存到刘汉东的户头上 供他在看守所里买烟打牙剂之用 小马 你来说吧 妈妈含泪将位置让给马灵 马灵坐过来 两眼红通通 拿着电话说 我等你 不管多少年都等你 探视时间到了 刘汉东被押回了监视 坐在铺上心情复杂 屋里二三十个犯人 没人敢来触他的眉头 忽然铁门开了 警察带进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 夹着铺盖卷 眉眼似笑非笑 见兮兮贼溜溜的 一看就让人不舒服 老大 来新人了 要不要过个堂 开心一下 一个犯人凑过来 在刘汉东耳旁低语 刘汉东打量一下新来的人 这小子一副欠修礼的嘴脸 便道 先让他蹲一边去 等我心情好了再过堂 没想到 新人还挺懂规矩 立正报告说 报告 我叫于小栋 酒驾进来的 各位老大给个面子 我大哥是城南刘汉东 人称黄花大侠 犯人们就都哄笑了 拉几把道把 叫你装 黄花大侠在这坐着呢 这逼欠修礼 老大 让我揍他一顿吧 于小栋眼珠一转 我可不是吹牛 东哥的事我都知道 他是江北人 当年高考全是第二名 后来放着大学不上当兵去了 在十四军气车团 干了整整八年 因为惹了当官的 被提前退伍 今年初当了特警 因为打死人家的脏骜被清退 尤汉东一抬手 别说了 你过来 于小栋嬉皮笑脸地走过去 尤汉东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按在水泥大铺上 犯人们自动散开 帮老大望风 说 谁派你来的 尤汉东咬牙切齿道 大哥 别发飙 我没恶意 确实有人派我来 你接个电话行步 于小栋丝毫无惧 淡定无比 刘汉东放开了他 于小栋身上的手机响了 拿出来接了 是 我到地方了 刘汉东就在我面前 好的 将手机递过来 示意刘汉东接电话 刘汉东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接过手机 我是刘汉东 你哪里 我是龙开江 对方的声音沉稳有力 你找我什么是刘汉东一白手 所有犯人鸦雀无声 不影响老大通电话 你把我的宾利车给开走了是吧 对 你知道那车值多少钱吗 没你欠的债多 小子挺横啊 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 一句话也能让你活 你信不 刘汉东深吸一口气 你想干什么 直接说 宾利车是我放在机场车库 后来委托你变卖的 你不是盗窃犯 是经过我授权合法处理我的资产 刘汉东就觉得脑子猛了一下 龙开江几个意思 这是要给自己脱罪啊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老王八蛋肯定憋着什么 坏主意等着自己往坑里跳 可是事到如今 就算万丈深渊也得往里跳了 他镇定无比道 你需要我做什么 除了 我以为你能够